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继续在短线的技术性反弹之中 收复了28,000点心理关口 估计有机会在28,000到28,500之间等候结算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亦周期因子 未讲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 全日恒指反弹了近600点 有599点的升幅 收报28,271点 但注意成交不算多 1000亿都不够只有956亿 好了,今天港股但有内外因素 先讲外在因素 就是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降温 事远上个星期 其实先有特朗普反对美元升很多 意志就是你不要太多支撑美元 另外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在杰森浩年会上讲到 其实现在通胀和增长的风险大致平衡 他不是第一次讲的 在国会听证会都讲过 意味着即是说 虽然会循序漸进行加息 但是不会大幅加息 市场听完之后就松一口气 在两个方面看得到 市场对加息预期降温 第一个就是美元 第二个就是美股 其实美债都看到的 不过今天看不到照片 只是看这两个先 那我们先看美汇指数 上星期大家都讲过 其实他上到97之后 上不到他就回落下来 即是说对加息预期降了一些温 不是说他现在会立即大跌 但是总之升不到上去 都有利好 因为资金有机会 由美元流回来新兴市场 有利新兴市场股市反弹 另一方面就是美股 美股呢 标普500指数 就创了历史新高 上星期五 就是因为对加息预期降温 所以就冲了上去 修补274 好了 那外围因素好 那内在因素呢 内部因素有些什么呢 就跟阿爷有关系 不得不讲到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 就是逆周期因子 上星期五呢 美国那边呢 就开央行联会 但是内地央行呢 人民银行呢 就搬出了一个叫做逆周期因子 去支持人民币 那什么叫逆周期因子呢 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逆周期因子 就是大家只知道呢 其实呢 阿爷呢 人民币呢 他就有一条公式 就跟外面那些货币挂勾的 那于是他这段时间呢 就突然间推出了叫逆周期因子 就是加个因子下去 逆周期 一直在跌的人民币 那么逆周期 就是说撑着人民币升了 那于是呢 推完推出了之后呢 上星期五呢 人民币呢 就大幅上升 那样人民币呢 就升到去什么呢 一度升穿6.8 就是低的6.8 就是人民币升了 对美元 那就去到6.79多的 那今天就回复在6.81多 如果阿爷推出了这个逆周期因子之后呢 相信人民币短期 可以守得住6.9 就是不会那么容易 穿6.97算这些位子的 那到底他都叫逆周期嘛 讲到明一下 你看到向上就是顺着 那现在逆的就向下了 那就是人民币会升回 人民币资产就有利了 是吧 所以港股很多都是人民币资产来的 所以那些资金流回人来买 刚才我说的 就是说 美国那里就是说 不加息 或者加息如期降溫 美元没那么升 那就是利好新兴市场 那些资金可以由这个 美国那里流回出来新兴市场 那这一方面呢 人民币那里就升 那些资金又流回到人民币那里 那里就有利港股反弹 那还有呢 那内地今天也都传出什么呢 就是说 社保基金入市撑这股 那支撑上证指数 今天都升至近1.9% 在太幅图 刚刚挑战这个下降轨的 那种种因素刺激之下呢 港股今天当然是反弹了 那反弹上来之后呢 咦? 就去到这个差不多下跌通道的顶部了 也都是接近50天线了 也都是回补了 8月10日和13日 这里中间有个下跌裂口的嘛 那个下跌裂口的顶部 就是28,300区那样的 今天最高见过呢 28,289点都很接近的了 差不多回补了 那估计又怎样呢 后市呢 都可能还有机会再弹多一点点了 那庆明星村二百 五十天线 去到28,500区之下 或者碰一碰都可以 那在这个28,000到28,500之间呢 结算呢 就机会比较大 那当然啦 要升高多一点不行 不是不行 上高二万九千一就比较大阻力的 你说就是升一圈 这个就要很重大利好消息了 那因为到升一圈呢 你就想去挑战二百五十天线 二万五十天线 大概二万九千六 到时就是一个可能是敏别来的 就是跌穿了反弹上去 那现时来看 没想着升那麽多 都是二万八千五线 再逐步逐步看 那好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有什麽股份是反弹得比较多呢 就是一些前期跌幅比较大的股份 例如今天呢 就是恒申指数的成分股里面呢 就是一只吉里汽车那样 哇 今天升成近7%了 收到17.5% 突破了下降轨 但是其实它很弱的 它连五十天线都未碰得到的 那你见恒指都挨近五十天线的了 那如果它就算弹上去都好 可能去到五十天线那里呢 大概是十八个半啊 或者呢 最多呢就是挑战一条颈线 就是绿色那条线呢 二十元的水平呢 都可能是恒指报的了 那汽车股今天 它不是弹得最多的 就是弹得最多的 就是华晨汽车 同样道理呢 因为它呢 就很价残 那今天有消息传出来呢 就是说 跟宝马那个协议呢 有机会延长 所以今天弹成14.7% 收到12.5% 哇 但是很多好像很厉害 是啊 的而且很厉害 突破了下降轨轨 一条五十天线 但是你看到前期的跌幅多大 才可以的啊 由二十四元跌到去呢 九元的水平 就真的真的 跌到真的很惨的 那现在有机会反弹了 反弹多少呢 看不住啊 可能十五到十六元先 十六元那个位 都未必那么容易升一圈的啊 那另外呢 跌得多 才有得弹得比较多的 就是顺宇光学呢 今天跌 今天反弹6.7% 收报98.2% 但是前期它都是跌了很多 还有它五十千线 就来跌穿二百五十千线 所以估计都是反弹 未必能够重返这个颈线之上的啊 好了 那整体而言呢 现在短期有机会反弹 那大家如果拨反弹 就量力而为啦 好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看